南北大道今早发生一起罕见的16辆交通工具连环状事故 造成至少6人受伤 这起连环状早上10点20分左右 发生在霹雳雾边南下打巴的南北大道第321公里处 据了解 照过的一辆油槽车从左边车道转向右边车道时 不知为格撞上了一辆巴士 再撞上数量汽车 引发了16车连环状 事故导致有关路段出现长达9公里长的车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